今天的新闻焦点有 12月考虑延长沙议会会议的建议 所有12月IPT学生可获得1200令吉的特别援助金 无论家庭人均收入 2025年1月起 12月公务员每月享有特别津贴 12月公务员领取两个月底薪的特别援助金 大陆架绝对权益 不得转让和协商 12月范普大道工程进度已达99.62% 现有港务局企业化研究 预计将在明年第四季度完成 欢迎收看11月21号星期四的乌克兰斯沙语新闻 你好我小芬 马上带你来关注沙拉与政府 考虑延长沙拉立法议会会议的建议 以便给予议员们更多的时间来进行讨论重要的事项 沙总理的特别人吉丹区阿邦朱哈维吉表示说 这项要求是由马战区立法议员阿伦格拉蒙提出 那他认为需要就主要的问题来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同时也是沙盟主席的他 昨天在沙政党联盟后作议员之夜的活动上 也表扬所有的沙立法议员 在这一次沙议会会议上表现出专业的精神 尽管时间有限 但每个人都表现出高效的时间管理能力 另外他也提到会议的成功是由于遵守议会常规 和沙拉月议会议长的指导 包括为改善议会秩序和礼仪而作出的修正案 另方面我们看到无论家庭人均收入 所有的沙拉月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们 都可以获得1200令吉的特别经济援助 总理在昨天的沙拉月立法议会会议进行总结的时候 在多位沙拉月立法议员提出的 对使用人均收入来作为援助的衡量标准之后 才宣布这一项决定 那之前的总理是在上周一的 2025年12月财政预算案的演讲当中 提出通过将人均家庭收入定为1500令吉或以下 向低收入群体的学生来提供1200令吉 零用钱的更多细节 他认为说这项援助证明了沙拉月政府 优先考量年轻人的福祉 与此同时沙拉月政府也宣布 除了公共服务薪资制度的薪资调准之外 向沙拉月公务员发放每个月的特别津贴 总理阿邦哲哈里表示说 今天将会在2025年1月份 根据公务员的组别来开始发放 sebagai tambahan kepada penyerasan gaji dalam SSPA mulai Januari 2025 Kerajaan GPS juga bersetuju untuk memperkenal dan memberi allowance khas pulanan kepada anggota perkhidmatan awam Sarawak berdasarkan rate kumpulan dengan kadar seperti berikut RM400 bagi kumpulan pelaksana grade 1 hingga grade 4 bermanat tambah daripada SSPA B RM500 bagi kumpulan pelaksana grade 5 hingga grade 8 C RM600 bagi kumpulan pengurusan dan profesional grade 9 hingga grade 15 dan kumpulan pengurusan tertinggi akan menerima RM100 sebanyak 700 同时他也表示说 少拉越政府将采纳 联邦政府在全国预算案当中 所宣布的公共服务 薪酬制度 来帮助改善 和协调少拉越公务员的薪资制度 他也强调说 他领导下的沙政党联盟政府 始终关心少拉越公务员的福祉 另一方面 少拉越政府宣布将 少拉越公务员提供 两个月的基本工资的特别援助金 也就是BKK 那总理就说 这个特别援助金 将按照2024年11月的最后一份底薪 在下个月 也就是12月进行发放 与此同时 在少拉越服务的联邦公务员 也将获得一次性 也就是700令吉的特别援助金 并将在明年2025年第一季度 Fafang 2024 Next month Kita juga Tan Sri Datuk Mas Pika Berterima kasih Atas sumbangan Anggota Perkhidmatan Awan Persekutuan Yang berkhidmat di Sarawak Bagi Mahagai jasa dan Hidmat bakti mereka Saya juga ingin Mengumumkan Bantuan khas kewangan Bagi Seorang Sechara One-off Yang akan dibayar Pada suku pertama Tahun Dua pulu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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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说 这份礼物呢 是为了感谢 十二月公务员的贡献 和承诺 十二月水域 内的大陆架 是十二月的绝对权益 不得进行任何的转让 和谈判 来将这个权力 转让给联邦政府 总理Avan Johari 就强调 这是受到1958年 土地法典的管辖 这个法典当中 就有明确的规定 即使马来西亚成立后 沙拉越的海底和土地 仍然是属于权益政府的 MH63 The further government has no property right to Sarawak sea vet and subswell or its continental checks as these were vested solely in the state of Sarawak by operation of law 周三 总理在沙议会上 进行部门事务 总结的时候就补充 2009年大陆架修正案 明确的保护 少阿越对于 沙界内海底和土地的权益 让联邦立法 和少阿越的主权协调一致 Therefore nobody is entitled to question Sarawak's in-alienable rights to the continental checks within its boundaries to do so would only be against MA63 but would also constitute an enferishment of the state and further constitution 要知道 少阿越能依据 这一项法律来所求 少阿越所有的石油 和天然气资源的所有权 因为这个法律 是从英国殖民统治时代 便已经开始实施的 并持续到独立后 换个焦点 少阿越的范婆大道项目 现在已经达到了 99.62%的进度 所有25个主要的路段 几乎完全开放给公众使用了 沙副总理的阿玛德克勒就表示说 截至2024年10月份为止 只有两个地点还没有完全完工 也就是斯里街路段两公里处 和兰卑尔路段约五公里处 也是基础设施及港口发展部长的他 在周三第十九介绍到 约立法议会会议上进行部门事务总结的时候 就透露说 联邦政府还计划要修复 为纳入范婆大道提升项目的现有双车道 也就是全长136公里的 泛婆罗州红线的项目 那沙副政府也将开展一项研究 以对现有的港务局来进行企业化 协助少拉越更好的管理当地的港口 少拉越副总理道格拉斯就表示说 研究在于探索一种可持续的模式 以提高运营的效率 吸引外资并加强少拉越港口的竞争地位 他在周三的第一十九届 少拉越立法议会上进行部门事务总结的时候 进一步做出解释 2024年少拉越港务局法案 已在今年五月份在沙议会会议当中 成功的提成并通过 这也代表说 统一和其中的港口治理结构的重要一步 与此同时 道格拉斯也说了 这个少拉越政府目前正在积极的推动 将明都鲁港口 从联邦政府的手中完全进行移交 那一旦这个明都鲁港口 纳入到少拉越的管辖之后 将加入到少拉越现有的港口集群当中 从而在港口的治理和基础设施发展方面 可以全面的系统化 今天新闻的最后 为你送上周三 在喜来登酒店举行的杀政党联盟 后座议员之夜的画面 感谢你的收看 欢迎浏览UKAS所有的视频媒体平台 同时也请你关注UKAS的官方网站 UKAS.shara.gov.mind 和订阅UKAS的YouTube频道 以掌握更多的最新动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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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